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像死了那么久 身体没有死尸的那种僵硬 继续检测发现女士的手腕膝盖都骨折了 手腕和脚腕的骨头都碎了 但是皮肤上一点显现都没有 打开嘴巴的时候发现女士没有舌头 根据舌头的断纹 常规推测是被人割掉的 他们初步得出结论 这句女士跟绑架蔓延案有关 检测口腔的时候发现一颗牙齿不见了 在嘴里还发现了一个纤维的线条 常规在检查性器官的时候 发现里面被撕裂了是人为的割伤 在解剖的时候呢 手术刀刚划开皮肤 女士就开始哗哗流血 这种情况只会在刚死的人身上出现 继续检查的时候发现肺部严重黑化 永强说没想到啊 这还是个大烟枪啊 常规说就算他一天抽十宝眼 连续抽三十年都不能这鼻眼 观看肺部的话 这具尸体的外部至少是三级烧伤 但是事情就是这么蹊跷 这具尸体外部完好无损 检查到这里的时候灯光开始诡异的闪烁起来 两人听到了外面有声响 永强出去查看 在通风管里发现了他们家的某斯丹里 已经被什么东西揉练的遍体鳞伤 常规亲手了结了他的生命 外面一阵雷声滚滚 父子二人开始了第三段的检查 常规在胃里发现了一朵曼陀罗花 这也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要继续检查下去 而永强感觉到气氛不对劲 广播里不断的播放 今晚有一场大暴雨 而且还不时传出诡异的歌声 他想要明天早上再继续检查 但是被常规拒绝了 治安官明早就要知道死因 但是他们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尸检继续进行 常规在尸体的肠子里找到一块布料 布料里包裹的正是女尸嘴里丢失的牙齿 正常情况下这个布料早该被胃酸溶解了 而这个布料居然能保持完整 这具尸体上触速透露着诡异的气息 他们现在对女尸有了第二个推测 首先把她绑起来 把手脚弄骨折 然后割掉她的舌头 麻痹她强迫她吞下那块布 割伤性器官 接下来还觉得不够 还烧了她 似乎是被人当作忌品 猜测到这里的时候 广播上发布了洪水警报 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或者是警告什么 常规觉得很诡异 没有任何一点方法能让尸体内部受伤这么严重 但是外部一点伤痕都没有 这具尸体有点太干净了 两个人继续猜测的时候 广播里说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句话 你们哪也去不了 然后就是一个小女生诡异的歌声 在诡异的歌声里 常规把女士的皮慢慢剥了下来 在女士皮层里隐藏着一幅宗教图案 紧接着冷藏尸体的冰柜门自动打开 灯管全部爆裂 房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电闸爆了 这时两人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了 想要逃离这里的时候 电梯因为没有电运动不了 而另外一处老式木堤的大门 被倒下的梧桐树给压住了 永强想要打电话寻找场外帮助的时候 那肯定是没有信号了 还好有一部坐骑 但对面听不清他说什么 刚撂下电话就听见其他尸体脚上绑着的铃铛声音 叮叮叮叮的老算淫了 这俩人大眼瞪小眼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其他尸体不知道什么原因复活了 永强十分肯定是那句女尸在搞鬼 他妈的咱家的尸体都是本本分分的尸体 他没来之前都老老实实在那儿躺的 他来了之后可好啊 摇哪儿瞎乱窜 常规绝对是忠实的唯物主义者 都这时候了还教育永强呢 你说啥呢 那就是一句女尸 你赖人家干啥 还替女尸打包不行呢 常规去洗手间清理伤口的时候 突然被什么东西袭击了 他似乎看见了女尸的眼睛 两人决定回去搞定这句女尸 回到停尸房发现 解剖出来的器官都腐烂了 而女尸体内的器官却完好无损 这已经不能用科学解释了 这简直就是人形兵贵 这要是让贝爷看见 从此以后一人一尸浪迹天涯 再也不用吃从此熊粪了 无防腐剂 无农药残留 没毛病啊 常规和永强想要把尸体推出去焚化 但是门被什么力量给锁住 门口还有丧尸封门 眼看着是出不去了 永强拿起汽油浇到尸体身上 点燃之后引起了室内大火 但是他妈的女尸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玩意儿还防火 镜头切到女尸的脸上 还是那副诡异的表情 这让牛叔叔想起一句话啊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我就躺在这里 静静的看着你们装逼 常规和永强拿尸体没着了 正好听见电梯的声音 急忙跑了过去 这块的气氛相当瞎眼 两人在电梯里 电梯外是丧尸铃铛的声音 趁着丧尸慢慢靠近 常规一个重击将丧尸劈死 过一会儿才发现死的人是刘姓人 永强一顿哀嚎 常规也陷入深深的记责 两人逃不出去 在这里也只能等死 所以决定回去弄清女尸的死因 或许还能走出去 两人回到停尸房后 继续解剖尸体 切开大脑之后发现 这大脑居然是活的 也就是说这群女尸一直没死 她还活着 这涉及到了神秘力量 两人开始查找关于宗教的资料 最后找到这似乎跟女巫有关 由于神秘的力量 让这群女尸一直存活 一直在经受痛苦 而且不会停止 除非有人能被献祭 修复女巫受伤的尸体 常规领悟到这一点 对这尸体说自愿献祭 只要能换过永强 紧接着常规的手脚就自动骨折 而尸体的骨折恢复正常 常规痛苦的爱好 嘴里喷出烟雾 内脏似乎灼烧完毕 尸体的皮肤开始愈合 血液开始回流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常规痛苦的讨在地上 让永强拿到继续献祭 永强非常纠结的给了常规一刀 了结了自己的父亲 这里他似乎是理解错了 常规应该是让他继续完成献祭 也就是割掉他的舌头 以及撕裂他的性气管 这里不管永强是不是理解错误 但是牛叔觉得剩下的这两个 献祭永强应该是干不出来 看得出来他还是很爱自己父亲 随着常规的死亡 一切似乎恢复正常 永强重过新城 在寻找帮助的时候 被突然出现的常规 吓得跌下楼梯摔死了 第二天警察来到这里 发现常规和永强的尸体 以及那具干净的 完好无损的女尸 并没有流营人的尸体 而广播里播放的新闻 是已经连续四天大晴天了 也就是说这爷俩在昨晚 陷入了幻觉 而陷入幻觉的时间很值得深思 我觉得其实父子在解剖尸体 开始就已经陷入幻觉 无论俩人怎么选择 都会走向死亡 这具女尸的幻术是相当厉害 很像鬼随灯里的尸香魔玉 至于常规是否献祭成功 我觉得永强也是必死无疑 对于这个恶毒的女巫来说 她是不讲任何道理的 这个女巫很没有道义啊 她的复仇没有什么逻辑 你身上的孽形也不是这俩父子干的 凭啥弄死他俩呀 人家只不过是干工作的 你幻术既然这么厉害 从开头就放大招 让俩人不解剖你就完了呗 非得弄死人家 这个女巫有点不讲究啊 拜家老娘们 你来中国试试 我毛山倒是弄死你 大家不要害怕这种东西啊 看鬼片牛叔已经总结了 他们都是让你陷入幻觉 然后让你自杀 或者让别人杀你 你就不把她当回事 你就睡觉闷头睡觉 明天早上醒来 见一亮啥事就没有了 这部电影作为小成本恐怖片 拍的相当出色 只有两个演员 一级女士 智商在线 演技在线 不像国产片 无物渣渣 滋挖小豪 俩人在这里表现的是很沉稳 没被鬼下尿裤子 最后结尾同样追随为幻觉 但是剧情非常出色 值得国产片学习借鉴 有微信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牛叔的公众号 牛叔说电影 回复诗点无名女士 就会有百度网谈 或者距离链接 或者啥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技术院做啥样 谢谢大家观看 今天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